加油 两名洗窗工人悬在七楼的外墙 奉坛不得 早上九点多洗窗洗到一半 升降踢一侧的缆绳突然松脱 洗窗平台瞬间倾倒 还不时在摇晃 显向还生 消防人员获报立刻出动 云梯车抢救 就怕谨慎的一条缆绳 支撑不了多久 另一组的消防人员 则是在警铃的隔壁洞楼 用砂轮切割机锯断铁窗 要来个双管旗下抢救 避免另外一条男神断裂 所以我们才会请其他同仁 到顶楼去做强化的动作 附近民众将整顿惊险的救援过程拍下 录影同时还忍不住 替消防人员和两名受困的工人加油 快点快点还有一个 这说没错啊 大家也说报事也没错啊 索性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消防人员便顺利救下两名工人 解除一场危机 也让目击民众松了一口气 记者综合报导